国泰航空一班是由台湾高雄要飞到香港的客机 在起飞之前引擎出了故障 航班被迫取消 这架是由国泰航空的CX-43E航班 43E航班一定是在周日上午的11点20分 要由台湾的高雄飞到香港 根据台湾媒体的报道 客机是在跑道上要准备起飞时 突然传出了一声巨像 需要停飞返回到停机坪 国泰方面回应说 设施客机的引擎出现问题 事故当中没有乘客或是机组人员受伤 已经安排受到影响乘客 继续转乘同一天的其他航班 前往到目的地